主席 主席 各位同仁 各位官员 大家好 我是不是先请我们行政院的毛部长 跟内政部的陈部长 我们请毛院长跟陈部长 顺委好 院长好 部长好 部长我想今天早上 有一个新闻是媒体的朋友 一直希望能够得到证实的 所以在我提出我的 这个总咨询之前 是不是先来请部长来做一个说明 就是在今天早上 我们看到了媒体 做了一个及时新闻的报导 提到了警政署的王卓军王署长 有意要请辞 而且继任的人选是 警察大学的校长 刁建森刁校长 我是不是可以请部长 来说明一下这个人事案 跟委员报告 王署长的确是在过年前 还有过年后 曾经来跟我报告 他说他任职 这个工作已经有六年九个月 那么他因为明年就会借领退休 所以他希望能够考虑到 世代交替的问题提早退休 不过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看到他书面 提早退休的报告 所以他已经口头跟部长提出过 他个人的意愿跟生涯的规划了 是不是 是的 那么如果他提出了 他提早申请退休的这份报告 部长会准宇同意吗 我们还在跟他讨论当中 继任的人选是不是 成如媒体所报道的 你们将会选择由 警察大学的刁建森校长 来担任新任的警政署署长 因为他还没有提出退休 所以就没有继任人选的问题 所以照现在媒体的报道 只有一半是可以被证实的 就是王卓军署长的确有辞意 但是内政部还没有收到报告 那么如果有收到了 他申请提早退休的报告 内政部会准宇同意就是了 还会再跟他讨论 好 谢谢部长 那部长先请回 那么我是不是接着请教院长的同时 我可不可以请劳动部的陈部长 卫生福利部的蒋部长 跟教育部的吴部长一起上来 我们节省时间好 院长 我之所以请这几位部长一起上来 是想跟院长交换意见 谈一个话题 那么这个议题 其实在我上一次种植群的时候 就有救教过院长 也有拜托过行政院 可能我们要用更高的规格 来面对跟处理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么马总统其实在好几年前 他就提到过 少子化 它是一个国安的危机 其实当时 当马总统提出这个议题的时候 其实我看到媒体也好 舆论或者是社会大众 并不太重视这样的一个谈话 但是事实证明 少子化真的会成为台湾 未来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 关键性的问题 我们现在所面临到的很多重大的议题 都是因为少子化造成的 包含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年金的问题 因为现在领年金的人越来越多 实际工作交年金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在少子化的问题持续的 这个不做处理的情况之下 年金的问题很难解决 教育的问题很难解决 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很难解决 这些问题 事实上的真结点 都是在少子化的问题上 所以我要特别利用这个机会 来拜托院长 我们要改善少子化的问题 其实讲白了 就是鼓励生育 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生育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增结点解开 才能够真正的解决少子化的问题 但是在过去这几年里 我们看到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 都只用一个办法来解决 就是发钱 发2000 发3000 发5000 每个月发 或者是每一年发 但是事实上 增结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 发钱是不可能提高生育率的 这个钱发了 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所以我特别花了一点时间 把它做了一点研究 当然也问了很多年轻朋友 说你们为什么不愿意生育 在生育的 你考虑要多生一个孩子 多生一胎的时候 你到底优先考虑到的问题是什么 所以有几个问题在这里 是不是特别 来跟院长做一个报告 也希望行政院考虑一下 当然我把三位部长都找上来 但是这个问题恐怕不是 任何一个部单独可以解决的 他必须要用院的层级 来协调各部共同来处理 所以院长您想想看 我问过很多朋友 他说 我不愿意生小孩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是双心家庭 我们是年轻的爸爸妈妈 我们都在工作 我生了孩子 我的父母年迈 或者是我的家里的长辈 都在南部 没有人帮我带小孩 所以生出来的小孩 我找不到保姆 这是最严重的问题 以我个人为例 我们家的小朋友今年八岁 从他出生到他五岁 这五年之间 我找了五年的保姆 都没有找到一个 我们用尽了各种办法 上了各种网站 但是真正要找到一个合格的 值得父母信赖的保姆 真的难上加难 在我们周遭有太多朋友 是面与同样的状况了 后来我研究了一下发现 这个数据给院长来做一个参考 院长您知道 需要保姆的婴幼儿 我们大概算三岁以内了 三岁以后我们就可能把它送去念幼幼班了 那么也许就不需要有保姆的需求 光是在这三年 民国103年 103年 102年 101年 我就算这三年就好了 这三年 新生儿的出生的人数 有63万9千人 有63万9千个小宝宝 在这三年出生 以这三年为例 代表是至少三年内 每一年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63万9千个 这个婴幼儿 它是需要有保姆的 但是现在全国 领有保姆证的保姆 有多少呢 合格保姆证 到民国104年2月底为止 只有12万4654人 将近64万个婴幼儿 真正合格的保姆 全台湾只有12万5千人左右 而这12万5千个 有合格保姆证的保姆 它并不见得每一个 现在都愿意去工作的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如果我现在换算一下 每一个保姆 如果都在工作 他要带5.13个新生儿 政府现在规定的是什么 政府现在规定的是 三岁以下的新生儿 如果要给保姆托育的话 一个保姆最多带两个 超过三岁的 每一个保姆加上他自己的孩子 不可以超过四个 我们现在全国合格的保姆 去带现在全国所有有需求的 婴幼儿的话 每一个保姆要带五个小朋友 所以这是保姆现在严重的缺乏 严重的不足 造成了什么结果 造成了很多不幸的事件 因为很多年轻的父母 找不到合格的保姆 只好把小孩送去不合格的 但是也能够接受了 或者是有一个保姆 他可能带三个 可能带五个小朋友 他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 因为照顾不周延 所以导致到了很多意外事件的发生 这是让很多年轻的家长 不愿意再生一胎 甚至不愿意生育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但是政府要如何来处理呢 所以我今天在这个问题上 这是第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要拜托院长 主管机关是劳动部 劳动部负责发合格保姆证 未来劳动部要怎么样去增加 更多的合格的保姆 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们要让领到保姆证的保姆 让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 值得他们信赖 这是一个专业的培训的过程 而且我们要鼓励更多的人 来参与这样的工作 同时我要在这里 跟院长反映的是 第二个关键的问题 保姆证不足 为什么大家不愿意来申请 或者是接受训练 也许因为保姆的待遇不好 所以政府回过头来必须要看 我们要如何去鼓励 更多的 现在有这个能力的 有这个时间跟空闲的 这些妇女来担任保姆 那么我们必须要改善 这个待遇的问题 院长您知道现在带一个小孩 把小孩送到外面去 找一个保姆来带 还不是一对一的带 一个家长一个月 要交多少钱出去吗 我不晓得院长 您知不知道这个数字 在座的部长 哪一位知道 如果现在家里头有小朋友 要送去找保姆 就是给保姆托育 早上八点钟送过去 晚上可能六点钟接回来 每一个年轻的父母 要负担多少钱 陈部长知道吗 是 据我了解 大概是父母要负 一万七左右 一万七到一万八 这是现在的行情 也就是说 您想想看 我们现在的平均薪资 大概是四万七千左右 如果我要让一个保姆 就老老实实地 照劳动部跟卫福部的规定 我就是最多带两个婴幼儿 代表说 每一个婴幼儿 你要交出来的保姆费 大概至少要两万出头 这样加起来 这个保姆每个月 大概有四万块的收入 这对一般的父母来说 是一个多沉重的负担 陈部长刚才讲的 这个一万八 是在什么样的行情 是在这个保姆 他可能同时带三个 四个小朋友 他不是带两个 他带三四个 他一口气要同时照顾 三四个小朋友 他收你一万八 这对年轻的家长来说 是多大的负担 一万八 我还不要讲到说 照政府现在规定 可能要交到两万四了 才能够有一个保姆 带两个婴幼儿的待物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要拜托院长 重新来思考的 两个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是 我们要怎么样 有更多的保姆来接受训练 有更多的合格保姆 这个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们什么时候 能够把这个比例降到 一个保姆可以摊到 两到三个婴幼儿 我觉得我们就成功了 我们现在只要让 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 想要找保姆 都可以找得到保姆 而且都可以找到 一个保姆带两个小朋友 让这些年轻的父母 很放心地把孩子交给他们 然后他们去工作 那么我们在生育率的问题上 就可以解决一个 重要的关键问题 但同时第二个问题是 待遇的问题 所以我要在这里 拜托院长重新思考 与其我们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 每天发各式各样的津贴 我们不如回过头来 我们针对一个问题来发津贴 针对保姆的费用 我们来进行补贴 你今天生一个孩子 院长你来换算一下就知道了 一万八 我再调高一点 一个保姆带两个小朋友 我至少可能要花到两万到两万二 如果政府能够针对 每一个婴幼儿的保姆费 我每个月补贴你一万 那是不是可以有效地减轻了 这些年轻的父母 他们的负担 他们的压力 某种程度来说 一方面解决了 现在我们年轻人 普遍薪资不足 生活压力过大的困境 另外一方面 同时也能够提高 他们生育的意愿 所以在保姆的问题上 我是不是可以拜托院长 能够很认真的 可能邀请各部会 来检讨 我们必须研究出一个 真正可行有效的方案 否则我们现在每天 不管是做广告 搞真文 或者发一点 杯水车薪的补助 根本不可能解决 这个根本上的问题 是不是可以拜托一下院长 是我想 非常谢谢孙委员 提醒我们这个问题 那么其他我来看这个问题 就是说确实 我是把像孙委员提的这个问题 就是从鼓励生育 让他们在生育上 没有后顾之忧 我把它叫做 友善家庭的 这样一个大环境的创造 那孙委员提到的这一点 我想很重要 我想我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 希望发掘问题 我们来面对问题 解决问题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一点 我听起来也是 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那我想我会来 找相关的部会 来思考一下 我们在各种各样的 这些补助 补贴等等 这些措施上面 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个统合 然后就把这个钱 花在最关键的地方 好不好 院长您讲的 就是关键的问题 钱一定要花在刀口上 因为提高的生育率 现在看起来 政府的补贴好像很多 可是事实上 影响却非常的大 因为你让更多的人 愿意生育 这个国家少子化的问题 可以解决 我们接下来 未来三十年 生产力的问题 年金的问题 通通都可以迎刃而解 所以今天花的这个钱 每一个小朋友 我说政府 我补贴给你 一个月的保姆费 一万块 不但可以解决 年轻家长的负担 提高他们生育的意愿 也可以有效地解决 少子化的问题 对于现在所面临 所有一连串的连锁问题 通通都可以化解 所以这一点 我务必拜托 院长针对保姆的问题 我们恐怕要很认真的来面对 保姆的问题解决完之后 同样的下一个问题就来了 我接着要来请教的是 对于年轻的父母 当保姆的问题解决了 那是到三岁 三岁以后呢 那就是托儿所的问题 幼儿园 对 托儿所或者是幼儿园的问题 现在政府 有没有足够的 公立的托儿所幼儿园 来让这些孩子去就读 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在过去几年 每一次到抽签 我那个压力都是非常的大 我们在那个地方上 常常碰到选民 来做选民成績 都是希望来关缩这种问题 我常常跟他们讲 抽签有什么好关缩的 抽签就手伸下去就抽出来了 是还能关缩吗 很难关缩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家长 会来有这种要求 就是因为 他们面对到了这个压力 如果没有公立幼儿园 公立托儿所念 他们就要把孩子 送到私立去了 私立对这些年轻的父母来说 又是另外一个负担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教育部 现在目前主管机关系教育部 部长你有没有研究过 我们目前为止 我们的这个公立托儿所 幼儿园的这个加速 跟相关的这个可托 收托的人数 是不是能够cover 目前为止 有需求的这些婴幼儿 这些幼儿 有没有可能 确实到目前为止 这个我们公立的幼儿园 所能够提供的 这些接受学生的人数 确实是不足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 在这几年来 积极工作的重点 我们希望能够 增设公立的幼儿园 那我们希望在 未来的几年 能够增设一千所 这个公立的幼儿园 让每一个私立 每一个小学都有幼儿园 其实是一个 我们努力的目标 这个问题如果能够 顺利的解决 以一个家长的角度来想 我的孩子在三岁以前 我有保姆的 三岁以后到六岁之间 我绝对有公立的 这个幼儿园可以去念 那对他们来说 这个压力可以大大的减轻 所以我这点 务必拜托教育部 我们务必要做到说 只要你有这个需求 我就一定有这个名额 不需要抽签 也不需要去拜托 除非是因为你不想 你要把孩子 送去私立的幼儿园 那是你的选择 但是你只要有这个需求 我绝对有足够的 公立幼儿园的名额 让你来申请 让你来就读 这一点是不是可以 拜托院长 我们尽快的能够完成 这并不太困难 院长 我的了解就是说 这里面供需上 其实还是有相当大的落差 我们怎么样让这个 公立的这一块 能够尽量的把数量能够增加 这是一个挑战 我想这也是一个 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因为院长 你只要问一下部长 部长就应该可以告诉你 部长您知道 公立跟私立的价差差了多少吗 这个每个月来说 是几万一万一两万的负担 对一个不要说22K了 就是一个小康家庭 两个年轻的爸爸妈妈 都在工作 他就算每一个人 赚个四万块 加起来八万块 生一个小孩子 送到保姆就先花一万八 然后将来 如果没有公立托儿所 幼儿园念 送到私立去 每个月还要再多花好几万 这对他们来说 还不包含生活费 不包含房租 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世代 会不满的原因 因为他们面对 太大的生活压力了 今天如果政府能够有效地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对他们来说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这才能真正做到有感 也许是小问题 但是真的会做到有感 就好像我必须在这里 感谢院长 您在我上次质询之后 大概花了两三个礼拜 解决了奶粉的问题 这一点我要非常感谢院长 也要给院长 跟行政院做出肯定 我们应该做的 虽然是小问题 很容易做到 但是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每个月可以省下一两千块的奶粉费 对这些父母来说 这些钱就可以用在别的地方了 那么下一个问题 我要谈到的 当旧学的问题到小学了 又是教育部的问题了 我们当时在推动教改 推动多元方案 是希望我们的孩子更快乐 可是我相信部长 您应该很清楚 补习班没有变少 补习班变得更多了 以前我们是国中才去补习 现在小学就要去补习了 为什么 教育部有没有思考过 为什么 我们做了课纲 我们做了弹性各种的方案 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上学应该更开心 可是我们的孩子 不管是公立或者是私立小学 是一样的 从小学二年级开始 就要去补英文 就要去背单字 就要学英标 原本很多是我们国一在做的事情 现在小一跟小二就在做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拜托 院长跟部长去了解 一件事情就好 我一直在想 这中间的落差在哪里 我们明明政府就有这个美意 我们希望减轻他们的负担 我们采用课纲 每一次的课纲我都看过了 写的都很清楚 照课纲来做 根本上就不应该会有太大的负担 为什么这些孩子 小二小一就要送去补习呢 为什么每一次放学的时候 有一天部长你有机会 你随便找一个公立小学门口 你车子停在那里 你看那个景象是什么 那个景象是 那些小学生下课之后 他们在门口排路队 补习班的 每一个补习班就派人来接 然后小学生就跟着补习班 小学下课完之后 就走到补习班去补习了 这是什么景象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问题 关键在于课本 我要拜托部长 重新来思考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们可以一纲多本 但是在课本的编辑过程当中 教育部必须要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课纲是一个本 但是这些编课本的人 他就照着你的课帮去发挥 所以课纲明明本来就可能是一两分的内容 他被他发挥到十分的时候 根本就是凌厉尽致到吓死人了 难到不能再难了 但是教育部往往只公布了课纲 然后编课本就让每一个书商自己去编了 然后学校去选课本的时候 你想想 每一个学校去选 当然都怕挂一漏万 我当然选一个看起来最完整的 这个最丰富的 丰富的结果是什么 丰富的结果就是更难 更坚涩 压力更大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拜托院长 请教育部重新来思考 我们可以一缸多本 但是是不是教育部在针对每一个课本 的版本出来之前 教育部必须要有一个审查机制来进行审查 太困难的版本 没有任何的理由 他以你课纲为基本 课纲应该就是全部的 没有理由超过课纲 所以这一点是不是请部长 重新来考虑 要来做一个解决 否则这些孩子 念小学就像念国中一样 难怪现在这些家长 都不愿意把孩子留在国内念书 他们认为太辛苦太累了 部长 委员的意见 我们会慎重的来思考 不过我想跟委员报告 其实国民教育 本来就是只是希望 孩子学到基本能力 就是他那个 因为一缸所发展出来的 各个不同的版本 其实只要学生 有学到基本能力就够了 他不一定要去 每一个那个细节都要 但是我们现在的入学方案 对不对部长 您将心比心 如果您是家长 您敢跟你的孩子说 你只要学到基本能力 所以其实大概考了60分就可以了 因为剩下多数 那40分都是多余的 你说不出这个话 你也没办法做出这个要求 更重要的是 你是一个家长 你根本不知道 怎么去判断 何为基本能力 他都考90分 才叫做具备基本能力 还是要考70分 就具备了呢 所以每一个家长 都不敢放松 大家都兢兢业业 所以这些孩子 通通都被送到补习班去 从小就小一就开始补习了 我后来研究了一下 发现关键在哪里 在课本 在课本 课本 有没有必要编到这么难 所以教育部必须要要求疏伤的是 我的课纲就是基本能力 你没有理由在我的课纲 做这么多过度的发挥 发挥到最后 远远超过基本能力 该有的东西了 我觉得这一点 是不是拜托部长 重新 您挑几本小一小二的 不要别的 您挑几本小一小二的 那个习作来看一看 我相信部长就可以了解 我的反应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 因为真的太难了 好不好 拜托部长 那么接下来 我要请院长跟 卫福部讲部长 来了解一下的问题是 这个孩子 那个陈部长可以请回了 待会我再请教您 当你有孩子的时候 的家长 另外一个困扰 就是小儿科医师的问题 我想先前 曾经有一个新闻发生过 有一些地区医院 因为急诊 没有小儿科的急诊 所以导致到 家长跟医院的一些冲突 所以为了这个问题 我后来去研究了一下说 那到底全台湾 有多少小儿科医生呢 民国102年 卫福部给我的资料 我们台湾有 3802位小儿科医师 小儿科医师 照这种算法 如果我以12岁 以前的小朋友 都是去看小儿科的话 每8.6个小儿科医师 要照顾1万个儿童 这个比例 太不合理了 令人触目惊心了 而且你这3802个小儿科医师 还不是完全 很均匀地分布在全台湾 各个县市 各个角落 所以你在都会区 可能密度比较高 在乡下 可能很难找到一个小儿科医师 那你更不用讲 每一个地区医院 是不是急诊 都能够有小儿科的医师注诊 这是关键问题 晚上送去急诊的 不外乎是几种 可能车祸 可能外伤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 是因为小孩子发高烧 爸爸妈妈深夜 把小孩抱去送急诊 以我桃园为例 桃园这么大的一个区域 只有3个医院 有小儿科的急诊 长庚医院 但是它其实是在林口 804医院 它其实是在龙潭 闽圣医院在桃园市 其他都没有 那这些爸爸妈妈该怎么办 深夜小儿发高烧 爸爸妈妈最怕的 就是孩子发高烧 晚上送急诊 大部分都是同样的状况 要送到哪里去呢 桃园还是现在的五都之一 六都之一了 那六都之外呢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拜托院长 跟拜托蒋部长去研究一下 我们小儿科医师的人数太低了 要怎么样可以提升 小儿科医师的人数 同时我们要怎么样 去鼓励地区医院 甚至要求他们 总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你要有一个地区医院 是要有夜间的急诊的 小儿科急诊 要有医师助诊 要有这个能力的 所以这个部分 是政府必须该做的 它也许是一个小问题 也许是一个 对行政院看起来 可能不是一个 什么太大的事情 可是影响却非常的深远 让年轻的爸爸妈妈可以放心 知道在我家附近的地区医院 在夜间 如果真的有急诊的时候 它就有小儿科在 我们不用把它送到 林口长庚 不用把它送到804的龙潭 甚至在其他的这个县市 可能更惨 所以这个问题 是不是可以拜托院长 要求我们卫福部 一并来做一个解决 院长 讲不到先说明一下 那个委员如果容我先说明一下 刚刚委员提到的是102年的数据 那我跟委员报告 103年目前的儿科的专科医师是 4200多人 事实上是有一些成长 多了400人吗 对是 那重点是未来 那我们因为采取了一些特别的措施 去鼓励我们的医学生投入小儿科 所以像这个去年的这个 住院医师遭收小儿科医师 他的这个遭收率 已经达到110% 换句话讲已经超收了 所以当然这些医学生要培育成小儿科医生 还需要大概10年的时间 但是至少往一个正面的方向在发展 所以我拜托部长 下一步应该做的是要求区域的医院 能够要设小儿科的急诊 这个我拜托一下部长 那么接下来 我要请教的问题是这样子 院长 我在今年的2月4号 在苹果日报的即时新闻上 看到了一篇文章 我看得好难过 他讲到的是一个 残障的朋友 他是坐在电动轮椅上的 他为了去参加他好朋友的上礼 他很早就去订 这个无障碍的计程车 那先不要讲在订的过程当中 已经先被加价了 最惨的是他后来被放鸽子 但是他无论如何都希望能够去参加 他好朋友的上礼 所以他最后他用自己的电动轮椅 在雨中含着眼泪 开着轮椅开到了第二殡仪馆 他从哪里开到殡仪馆 他从灵光的捷运站 在十几度的寒风中 含着眼泪 开着他的电动轮椅 开到了二殡 我觉得看完这篇文章 我很难过 我在想说 这也许是我们一直没有注意到的 一个角落的一个问题 但是其实它非常的严重 因为台湾其实有这个需求的 我们这些残障的朋友 并不在于少数 所以在这次种植群的时候 我回过头来 把它稍微研究了一下 我也给院长一个数据 现在在中度以上的肢体残障者 就有这个需求的 台湾目前为止的 大概是18万7546人 将近19万人 可是我们目前为止 国内的富康巴士 只有1606辆 那我也问过这些朋友 他们一般在有需要 这种交通工具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处理 目前大概是两个状况 第一个状况 他们可以打电话 去订富康巴士 第二个状况 他们可以去 去洽商这个民间的 无障碍计程车的业者 但是现在的关键问题是 富康巴士的数量相当的少 其实是不服使用的 那民间的无障碍计程车的业者 其实也并不多 所以在这种供需关系之下 会造成几个关键的问题 第一 不管是富康巴士的驾驶 或者是民间无障碍的司机 他们可能没有受过完整的训练 第二 因为车辆数稀少 所以导致到这些残障朋友 他们在有交通工具需求的时候 他们只能够接受很高额的收费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所以我要在这里拜托院长 拜托我们交通部陈部长 跟蒋部长 我们重新来思考的问题是 不外乎是两个关键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对现有的富康巴士 或者是现有的无障碍继承车的制度 我们必须要做全面的整顿 那么提升他们的品质 控制他们的收费 但是第二个关键的问题是 如果政府没有办法购买 更多的富康巴士的话 我建议我们至少应该鼓励 或者是补助更多的无障碍继承车 现在有这么多像台湾大科大车队 各式各样的车队跟车行 其实交通部可以来跟他们沟通 我们政府给他们补贴 不管是购车的补贴 或者是设置车队的补贴 跟委员报告一下 事实上无障碍继承车 是我在当交通部长的时候开始推的 我那时候就注意到说 富康巴士是有限的 无障碍继承车 我们现在就是一方面税金减15% 而且我每辆车补40万 不过当时因为车总的选择很少 但是从今年下半年开始 我们国产车开始 可以进入到这个无障碍继承车的市场 所以我想交通部这边 我们会进一步来让他来搭理来推 谢谢 然后我们这个规定 事实上我当时订这个游戏规则 因为我政府补贴了这么多的钱 又让你减税 所以在收费上 其实要比照一般计程车收费的 游戏规则是这个样子 谢谢 现在我想数量不够 因为这次刚刚起头 我们现在对这一部分 我们认为说 是要用无障碍计程车的方式来推 这个一方面可以解决 真正身障朋友的需求 另外一方面 针对高龄化社会 它也是一个出路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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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